叶巴巴 校长啊 校长 我们大家都尽力为他们掌声 OK吗 OK 大概故事的开始 大概是93年 93年以前 民国93年 民国93年 93年以前 温老师在后庄国小任教 对他那时候在后庄国小 就是也是在拔口 那时候 那时候我才幼稚园 对 然后我就从小看着我爸 就是带着学生拔口 后来有一天 有一台游览车 带着一车的学生到后庄国小去 去干嘛 一地训练 然后那时候在乡村小学校嘛 后庄就是算是比较偏远 那时候温老师就很惊讶 哇 竟然有人坐游览车来移地训练 这对你们来讲是不是觉得 哎呀我们都常常坐游览车出去啦 这有什么好惊讶呢 但其实对那种 比较偏远的学校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少有的机会 所以我们其实很幸福 大家要懂得感 感恩自己的 包括父母啊 师长啊 校长 他们给你们的这个机会 我们先为这些帮助我们的人 鼓掌好不好 谢谢他们真的 我们有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包括校长 老师 家长 真的只有他们支持你们才有今天 这么好 这么好的福利 OK好 就从就是那一天开始结的缘 然后温老师就问了 呃当时带队的老师是杨秀龙老师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几乎都知道 对他 温老师就问了杨秀龙老师说 诶 新甲有没有开缺啊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要读小一了 温老师想吊到鳳山来这样 然后 然后杨老师就说 有啊 新甲啊 每年大概都会有十个龙师退休 所以就会有开缺 对 就是从那时候结下的缘 然后后来就是当时的校长啊 主任就帮忙温老师 包括开了一个专长圈 让温老师成功的掉入了新甲国小 那一年是民国九十三年 那一年 那一年我是大班要升国小一年级 对 所以我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很想要来新甲 很想去奉隙国小 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因缘忌 因缘忌惠 对 就开启了这一段故事 然后那一个暑假 就是温老师掉到新甲国小 这时候是在 不是在我们现在的拔河场 是在 十三届才知道 在 顶楼 对 在综合大楼的顶楼 就是甜皮屋下面那边 到中午都非常热 你们在那边吃过午餐 对不对 超级热 热到你都不知道人家怎么活 对不对 十三届才知道 那边的环境真的很差 可是当时因为没有更好的场地 来就是 弄一个拔河道 所以就在那边 比较长能够找 可是那边有个问题 就是它是有一个楼梯 一阶楼梯 那怎么办 温老师就 那一个暑假 那个暑假 我每天跟温老师去 去那一个拔河场 然后温老师就把那个废弃的客桌椅的脚锯断 然后好多超过三十个桌子 把它拼成一个等高的可以拔河的场地 这是我们新甲拔河的开始 新甲拔河的第一届学长节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来练习拔河 不是我们现在现在的拔河场又有木板 然后超级凉 然后什么抽水设备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其实这一路走来包括地下室淹水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淹水 然后到后来也有我们教学大楼的搬修传艺楼 搬修13也是13届 13届真的很衰 就是他们被搬去了一个很狭窄的地下室 对然后在那边店 然后到现在到了现在一个非常宽广 然后又打木板 就是整个设备真的是超过五星级 真的叫七星级设备的新甲拔河 真的是一路走来不容易 对 那 那那个那个那个暑假就是温老师 算是 帮这个新甲拔河开启了这个故事的 算是新甲拔河故事的开始 对 然后呢 后来我们就在后来林秀湖校长就在那个现在的传艺楼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教学大楼 好我们那个13届以前都叫教学大楼 对我们那个地下室它原本是一个废墟 就是有一些烂调的木板 后来校长 那以前的校长 校长以前的那个林秀湖校长就请人整理了 然后温老师啊 跟那时候的郭老师也是我的导师 然后就带领了学长姐 我们的学长姐第二届跟第三届下去整理那个场地 才变成了现在后来的新的拔河场 所以我们真的我觉得看了一路过来会就是起起彼得的 因为太感动了 就是从一个这么艰苦的环境 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么幸福 然后后来苏校长又帮我们装了那个益金电视 让我们看那个比赛的视频 对所以我们真的一切都是感恩 我们就是不停的感恩 真的太太感谢了 我们再感谢这一些一路帮忙我们的人 好不好 苏校长 好谢谢 然后到后来呢 在这片场地 呃第二届 第二届就在这一片新的场地 然后混合全国第二的好成绩 刚翻到那边就得到了混合第二的好成绩 真的很很厉害 甚至在后来第三届 第三届是体育班的第一届 体育班的成立的第一届 当时的导师是博老师也是我的导师 对你们现在说的第几班都是伐河的借数 然后你们像十二届你们是十二届对不对 那你们是第十届体育班 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其实前面是有两届 这把合队成立干嘛 才成就是才成立了体育班 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历史这样 后来就到了我们今天全场 我们大家一定要起立跟他们敬礼 就是我们的第五届学长姐 他是我们今天全场最深的学长姐 当时我们学长姐的他们的条件也是 就是那时候我才五年级 你那时候的条件也是不好为什么 因为地下室整理的好干净 好大好漂亮 木迪班看到了就把他们的导师 乐器搬到楼下来 跟我们抢位置 就是你们现在的放鞋柜的地方 你们后来放鞋柜的地方 就是他们以前他们以前在 这是第五届的学长 对 然后就是你们后来放鞋柜的那些地方 是以前他们打几月的地方 所以以前他们在打几 我们在练 超级吵 吵到我老师拿麦克风在口 啊 你不 最后一个 你为什么打起来 起来 你 完全 不到 因为我们大三 他们就故意打更大 对就在跟我们比 所以我们真的第五届学长姐 在这么就是 就是令人烦躁的环境下 他们一样在他们那个小六的 最后一次比赛拿到了寄军 混合跟女生寄军 这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那时候真的什么都听不过来 大家 因为那个别人 你在旁边 别人在那边 都那个打几月真的很烦躁 那时候我也五年级 然后五年级就是被骂的份嘛 然后大家都很烦躁 你知道我乖乖的站在那边 对 学长学姐说对这样 但是其实大家都是内心很烦躁 为什么旁边那样打 但是我们的学长姐 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们依然在这样的环境下 练习 而且都没有人喊累喊苦 真的 我们再为一次 第五届就是掌声好不好 它们很容易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转捩点 就是在我五年级下学期 然后第五届学长姐 他们是六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温老师邀请了顺读的季碧珠 季老师来到我们星假 就是帮我们进行指导 对 然后后来还有辛苦的李隆舟老师 健勤的李老师 多来星假帮就是跟我们提点做一些提变的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算出我们星假发合的转捩点 因为在第五届的时候 我们是不停的是改变各种动作 所以学长姐他们比赛是每一 这些全国赛都是不同的失利 失利方式在比赛 我不知道学长姐还记不记得 反正动作一直改 就是有用被压伸的啦 有时候又立起来 被金甲骨来压伸 那后来我们这个季老师来 把我们的背挺起来 对 所以学长姐他们就是经历了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心下 就是国小伐河 算是慢慢兴起 大家开始越来越厉害 所以你不进步 你就等着被人家打 然后大家就开始各种精进啊 然后季老师来为我们 算是有点 有点像启蒙我们现在的动作一样 然后季老师来之后 包括我们第五届 我们第六届 我是第六届 我是第六届的 就是第六届我们大概为期一年吧 就是不停的在研发动作 就是包括跌倒爬起啊 第一副啊 要怎么样施力才会 才会就是 才会 集体才会是最大合作力量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我那一天 听十三届的说 他说学姐我啊 我现在就自己催一下 他们说学姐我帮他们拉屁股 他们就觉得特别有feu 对 他们就说感觉能特别吃到力 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经历了这个动作的改变 所以我非常知道了那个力的方向 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的力是不是往对的方向在伸展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在不同的 所以在不同的可能不同人拉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段算是我们转类点的行李量 那我们就是这个 经过这个转类点之后 也也要感谢我们的朱校长 因为朱校长在九十九十六年的时候 掉来了我们的新奖 然后朱校长真的是为我们拔河真的是 奉献非常非常的多 他帮我们就是到处去申请 比赛经费 然后还有帮我们申请水煮蛋 应该到后来第九届都知道都有水煮蛋了 我们真的我们都感谢朱校长 还有好多好多我们朱校长 跟默默的作额没有告诉我们 好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大家 我们去日本 第九届 我讲第九届一定要真的是大大感谢朱校长 你们有太多的融统都是 都是朱校长赐于你们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朱校长帮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蔡卫长还有我们温老师还有温老师的夫人 因为我要特别提一下她 因为一路上温老师是在前线作战 她在背后支持 她就是我们温老师背后那一个伟大的女人 我刚一进来我跟温老师的夫人说 我已经退休五年半她身材没有变 但是我刚看到主持我们温老师的千金 我更佩服两个怎么怎么捏的 捏出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这个千金来 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那我想题外话 因为一路上 其实我都在分享荣耀了 刚刚一进来我听说最大的已经大事 那最小的 从新甲部业的最小好像已经国二 那我刚进来看 都是美女都是帅哥 女生已经懂得要涂口 男生这个也是把头发抓了整整齐齐的 都很有造型 我想相当的不容易 以后要是有那一种 回水不落外人田的再告诉我 我这些人做点没有人做很多 开玩笑 那我想我很高兴今天 能够来参加我们新甲国小拔河队的 回洋家的这一个活动 那么文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正好在台北 正好在台北 我原本退休之后是台南台北高雄 三个地方一直在转 那我在高雄的时间都比较短 在台南的时间比较长 在台北的时间跟高雄差不多 差不多 那那天接到文老师的电话 他打了三通我才看到文老师的电话 因为我打从退休之后 我就不太喜欢接电话 所以当我在玩乐的时候 当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就把电话丢一盘 因为我认为已经退休了 所有电话都是吃喝玩乐 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事 不像在职的时候 我曾经被局长骂过 为什么 因为他在下班的时候找我 跟我说 那时候我还在大树 那时候在大树要重建学校 那局长一直找我说 县长明天要到学校去 我一直没有接 那天晚上我去学校运动 后来他从家里面知道 我在铃园国小运动 又打到铃园国小的警卫室 去找警卫 说你去把诸校长给我找出来 我就在操场 所以我退休之后 我很少接电话 我都是事后看了电话 我就会回 看了电话或是类我就会 那天很辛苦 温老师也跟我类了好几次 也打了三通电话 我才发觉他在找我 他在找我 所以我想 我自己也带过体育班 我在铃园国小的时候 我是带排球队的体育班 我只带了一届 连续带了三年 全国全省 省赛跟全国赛都是双料冠军 然后班里面附属的田径队 把所有高雄县的县赛跟南部西县市的比赛 所有的比赛 把他的记录破关光 我记得我到新甲国小来的时候 国小运动会里面的100公尺记录 还是我那时候的学生 现在在国税级上班 现在在国税级上班 那从毕业班毕业的学生 就特别的有凝聚力 因为朝夕相处 出外比赛呢 又大家都住在一块 所以特别有感情 那以我亲身的体验 我是觉得 从体育班出来的孩子 将来他们可以享受 别的班级所没有的资源 为什么 因为他们零距离强 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发展 他们可以互相的资源 所有到庆幸 各位可以在新甲的体育班里面 一起毕业 那么现在还有这么强的零距离 想必将来学校毕业之后 大家在各个领域有好的发展 一定也会成为互相的一个资源 也会成为互相的一个帮手 那我在想体育班的学生 也都特别的贴心 刚才也有这个你们的学姐 也是我们八二队的 刚才就问我说 校长你最近身体好不好 因为他可能知道我为什么退休 因为我是在102年 102年突然间发现罹患了鼻烟癌 所以局长跟局里面一直说 你先去治疗三个月再回来上班 我跟局长讲说 我命比较重要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因为人生到这个转折点真的是命最重要 将来要当医师的应该特别了解 这个时候命最 我不是学长讲说我命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所以我就 没有从运出的结果之后 就马上请休假请试病假 我就没有再上班了 我只有安排这个主持最后一次的学生招会 主持最后一次的教师招报 主持最后一次的行政会报 跟主持最后一次的家长委员会 我觉得所有事情 我都已经安排得很妥善 所以我就开始请假 开始接受 医师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治疗 我说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所以我就 历经了三四个月的治疗期间 大概经过了六次的化疗 跟三十五次的电疗 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讲话 口干舌燥 嘴巴有一点连连的 就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过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经历了那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后来 又是我的妈妈救了我 因为她在台南需要人家陪她 那我的后院正好有一大片的这一个 不用 不用 有一大片的这一个果园 可以照顾我讲 我这个时候应该回去 听说是癌细胞怕高热 怕高 怕高 怕羊 对不对 所以包括我现在在运动 我都特别挑下午三点多到四点 出去晒太阳 我都特别挑三点多四 人家说你发疯了 你这个时候出去 会发疑 会发疑 我会发疑 你 会发疑 你 是 你